大家好,欢迎收看乔逸教牌教学系列,我是讲师怀仁 如果你喜欢这系列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 本期的主题是一方块开教,其他答教后续 课程讲义,也就是资助手册,可以在说明栏下载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对一方块开教,最特别的答教应该就是答教两枚花了 这里大家可以和开教一枚花后答教一方块做对应 但有些许的不同 首先,由于两枚花是在二线上教牌 如果双方没有配合的话,最终会打的合约就会是两无王 因此这里约定必须要持有邀请以上力量 而且有五张的梅花,才可以答教两枚花哦 第一种牌型是只持有邀请力量 而且持有五张以上的梅花,没有四张高花 那我们就会先答教两枚花 如果持有四张高花的话 在制度约定上依然是答教一高花哦 第二种,如果持有破教程序以上力量 持有五张梅花带四张高花的牌型 此处由于持有破教程序力量 可以允许做导教 也就是先教比较低的花色 再教比较高的高花 我们也会优先答教两枚花 在后续的教牌中再去教出四张的高花 表达出破教程序的力量 那如果持有味道邀请力量 有可能是长梅花的不平均牌 我们依然约定都答教义无王 这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教品可以表达出 长梅花的不平均牌 不到邀请力量的教法 那后续的处理的话 会在下一页的投影片当中说明 另外由于达教两枚花的情况比较特别 一方块两枚花的后续 我会再另立一个单元独立说明 开教一方块后达教义无王 算是比较特别的过程 与开教一枚花后达教义无王 有明显的不同 达教义无王的达教方 除了可能持有六到九点的平均牌之外 也有可能会持有六张以上枚花的不平均牌 这在上一页已经有说明过了 因此这里我们约定 开教人再教两枚花 仅需要持有两张枚花 因为达教人可能持有的牌型 要不是有五张的枚花 要不然就至少会有三张方块的支持 这里如果达教人并非是持有五张枚花的牌型 请记得要将合约修改为两方块 至少打四三的方块配合哦 此外开教人再教两方块 理所当然也是塑教的意思 如果开教人要邀请的话 有两种教品选择 分别是两无王以及三方块 三方块的话当然是六张方块的邀请啰 那如果开教人持有破教成局的牌 持有双门牌组的话 我们会叫两红心两黑桃倒教来表示 而持有四张梅花的破教成局则可以跳教三梅花来表示 当然如果开教人持有一手长方块的破教成局牌 这里就只能叫三梅花 有可能是代表六张方块的牌型 但在后续的话可能会比较难表达出来 另外的话开教人自己跳教三线的高花或是四梅花 都是代表十普林特的意思 并且以前一个花色也就是方块作为王牌 那这个约定和一般常见的约定是相同的 达教人达教两无王和三无王 基本上和开教一梅花的后续相同 分别表示邀请和破教成局的力量 满官试探的力量则可以直接叫四无王 那如果持有十五到十七属于中间点力的平均排行 要记得不要直接叫无王哦 我们会先使用两梅花二盖一来表示叫另外一门低花 或者是使用两方块反续低花 后续再去表达自己的力量 开教一方块之后 如果达教人持有方块配合的话 后续和开教一梅花后的家教后续类似 简单家教会叫三方块 只要持有四张方块 有八张配合就可以了 有点半抢先进教的性质 因为低花进教通常需要在三线上进教 那至于持有邀请力量的话 则需要跳教另一门低花 也就是梅花 跳教三梅花作为特约来表示 这会对应到开教一梅花时跳教两方块的过程 破教成局我们一律使用反续低花 只保证持有四张方块 在反续低花的单元会再做详细介绍 那另外我们约定 史普林特的教品的话 需要持有15点以上 同时表达方块配合以及短门 朝满贯前进 因此如果持有12到14点的不平均牌 破教成局有短的话 我们约定会先从两方块反续低花开始教起 后续再去表达短门 就能够表达出12到14点的不平均牌 最后是高花落跳教的打教 这里的约定和一梅花开教后完全相同 同样是4到7点的六张高花 并且使用两无王奥古斯特特约 那在这里就不多多介绍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下集我们将会简单练习 一方块开教后的 开教人以及打教人的后续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